日前在台湾 50万名学生和民众 前往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 表达反服贸的诉求 运动结束之后 人潮快速的散去 整个过程和平理性 那么台湾的各大媒体 都给予全程报道并高度肯定 而就在同一天 中国广东省茂名市 市民为了抗议当地政府 兴建PX化工厂 和当地警方发生激烈的冲突 导致多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的惨剧 然而有关消息 却遭到当局的全面封锁 有分析就指出 这正好反映出了 海峡两岸政治体制的不同 3月30号 面对层层巨马蛇龙 保护的台湾总统府 50万身穿黑衣 手持太阳花的台湾学生与民众 前往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 坚定地喊出 退回服贸 捍卫民主 当晚7点30分 活动总指挥林飞凡 发表了17分钟演说 他表示 总统马英九29号 在记者会上 针对学生提出的四项要求 并没有做出任何具体承诺 因此 占领国会的运动将持续下去 演说结束后 林飞凡一声令下 50万人随即有秩序的散场 约半个小时就清空凯道 现场的垃圾也被清空 整个过程和平理性 台湾的老百姓在这个民主制度下 老百姓和政府的互动是平和的 并且是要求提的非常明确 政府也一再回答 但是没有达成协议 现在还在继续要进行公民运动 进行抗议 要反服贸 在同时在现场上 也有支持反反服贸 但是他也没去干扰反服贸的人 这双方都是平和的把意见讲出来 我想这是个民主制度下 民主的文化 塑造了一批有民主文化修养的老百姓 有台湾学者在示威现场表示 服贸协议事前黑箱作业 人们要求公民参与 政府信息公开 以及人权保障 服贸为什么在台湾 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弹 就是因为台湾人民担心 将来通过类似于服贸等等 两岸合作 台湾越来越受到大陆的控制 他们担心将来有一天 反服贸的游行都不能搞了 搞不好有一天 这个台湾就变成像大陆一样 你想示威都不准你示威了 或者说你去示威 没人给你报道了 所有的新闻都被封锁了 据了解 针对330反服贸运动 台湾各大媒体给予全程报道 不少媒体称赞这场太阳花学运 写下了历史的新页 不少国际媒体也给予高度肯定 然而海峡对岸的民众维权 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3月30号早上8点 广东省茂名市上万市民 举行示威游行 他们手持PX项目滚出茂名 保护市民健康等标语 抗议当地政府计划兴建 PX二甲本花工厂 当天晚上7点 市民再次聚集市政府 广东当局出动大批武警和官兵镇压 并使用催泪弹 高压水枪等方式强制驱离 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PX工厂是非常巨多的化学工业 现在中国起码有十几家了 都在这个居民区附近 老百姓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和后代 他们抗议遭到武力镇压 这事情在中国最近这几年 频频发生屡见不选 这就是一个共产制度 专制独裁制度 为了所谓的经济利益 实际上是为了维护 共产党的政权的利益 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 那跟台湾的做法是完全相反 针对这起警民冲突事件 冒名当地媒体没有报道 互联网上相关微博帖子 也遭到删除 31号有网友发布消息说 已有8人死亡 80多人重伤 200多人轻伤 同样的文化背景 但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 民众所拥有的自由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专制独裁的制度 是没有言认自由 没有新闻自由 没有出版自由 现在也没有网络自由 通通封锁消息 台湾的是把消息向全世界公布 叫不危害国家利益的 不是作为保密性质的 它都可以公开 可中国大事小事 通通是国家秘密 只能有官方的新华社记者 写出通稿 发到全国 31号有网友在微博上说 祖国的未来不是化学工程 而是在排放毒气的化学工程 毒害了的孩子们 孩子的未来在哪里 我们老了 不用多久就会离去 可是孩子怎么生存